听故事 学中文 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故事 学中文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杨 刘一丝是法国人 他住在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 刘一丝会向我们介绍 他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今天 刘一丝会向我们介绍 中国男生爱打扮了 打扮就是让自己变得漂亮 中国男生爱打扮了 如果你觉得爱打扮 爱追求流行是女人的事情 那我只能说你已经很传统了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男生 他们大都出生在2000年以后 他们的爸爸妈妈有着稳定的家庭收入 他们从小就衣食无忧 所以他们也像女孩子一样打扮自己 他们也喜欢化一点妆 穿自己觉得比较时尚的衣服 定期的去美容院保养自己的皮肤 这样的年轻男生在中国越来越多 我在上海工作 公司的旁边是一家美容院 这个美容院专门服务于男生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家 这家美容院不仅帮男生管理皮肤 还会根据他们的职业 性格 外貌 给他们一些穿衣服的建议 大家会想 真的会有男生走进这家美容院吗 是的 而且人还很多 看来美是自然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需要这些 那么中国男生觉得什么是时尚呢 以前他们会模仿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男生穿衣服 小脚裤 很紧身的T恤 可是现在大家觉得舒适 自在才是时尚 所以宽一点的衣服和裤子 再搭配一个跨包 是很多中国男生的选择 当然了 如果他们在公司上班 还是只能穿正式的衣服去办公室 这些爱打扮的00后男生 也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当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他们会勇敢地说出来 由于家庭条件不错 他们比较能享受生活 他们比较能享受生活 不应该为了结婚和孩子 放弃自己美好的生活 你们觉得呢? 听完了这个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看故事里面的一些生词 这些00后男生从小就 1.衣服 10.食物 5.没有 1.担心或者烦恼 1.衣食物 1.不用担心没有穿的衣服 也不用担心没有吃的食物 意思是家庭的经济情况比较好 不用担心钱的方面 1.衣食物 我们可以说 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是衣食物 或者 现在衣食物 的生活 正是我们的父母所希望的 保养 这些男生会定期地去美容院 保养自己的皮肤 保养 保 保护 养 修理 保养就是保护和修理这个东西 让它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只有有价值的贵重的东西才需要保养 比如 保护 保护 我们的皮肤很重要 好 女生和男生都希望保养皮肤 让自己的皮肤在最好的状态 保护车 或者保护很贵重的衣服 模仿 模仿 他们会模仿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男生穿衣服 模仿 别人怎么做 自己就跟着怎么做 比如 小孩子很会模仿大人说话 学预言的时候 模仿很重要 小脚裤 紧身的T恤 小脚裤是韩国前两年很流行的一种裤子 裤子的下面也就是脚的部分比较小 紧身的T恤 这个T恤呢 穿起来有点小 所以看起来是紧的 紧身的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